為什麼這麼多高手都在用補碳這種飲食呢? 他真的有這麼好可以增肌又可以減脂嗎?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下去 大家好,這裡是屁哈哥哥 那今天要跟他講的是什麼? 今天要跟他講的是補碳 那補碳這個主題其實在國外是非常熱門 你可能會看到很多專業的那種選手 他們都會PO出自己吃一餐然後說開始補碳了 或者是說 哇明天要補碳非常非常的開心之類的 那補碳其實比較有名的有大概五六種不同的方法 那其實每一種他的原理都大同小異 所以今天沒有要特別細緻的說去講一種 特定的方法就是把補碳這個原理跟技巧交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了解這個技巧之後可以去 自己擬定出最適合你自己的 不管是補碳的量或者是補碳的時間 還有運動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下去 那這種各種補碳方式 他還是不能夠逃出這個卡路里攝取的問題 所以假如你想要減肥的話 你卡路里攝取還是要小於消耗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 賀爾蒙 一整天的賀爾蒙或是你運動完的賀爾蒙上的高低 來盡量做到 囤積脂肪量 最小 然後可以 理想的話可以增肌 然後可以減脂 所以他是利用一個賀爾蒙的效果 那 他分成兩種時段 第一就是 低碳期間 第二就是補碳期間 低碳期間的用意在什麼 低碳的好處其實很多 就是研究顯示 低碳就是最有效的減肥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在低碳期間可以減掉 脂肪 或者是 減少 脂肪囤積的機率 那其實他還有很多優點 你們可以去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我下面會附上網址 那補碳的用意在什麼 補碳的用意 假如你是有在重訓的人的話 就是 提升肌肉修復 提供肌肉養分 然後 提升你下次運動的肌耐力 提升肌力之類的 那你沒有在運動也是有幫助 就是提升一些幫助你 減肥的荷爾蒙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在運動 補碳其實對 你減肥方面都很好 那最近有一個比較流行 比較適合 沒有在運動人的補碳方式 叫做CNS 那他是原理在哪裡 他就是先叫你 低碳10天 之後 那個的晚上 注意要晚上 因為他說 你在晚上的時候 你 胰島素最不敏感的時候 你吃比較不會囤積脂肪 那他就是叫你晚上吃一餐 就好 大概6個小時 你就吃很多很多的碳水 那之後你大概可以每個禮拜 一次晚上就吃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一種 叫做生酮飲食的 碳循環 也是可以適合 比較沒有在運動的 就是你可能一個禮拜吃 一天的 高碳產 一整天 或者是 你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吃一次 所以說 沒有在運動的 可能就只有這兩種 選擇方式 那我們有在重訓的人 其實我們補碳效果 會很好 為什麼 因為重訓完之後我們肌肉會 更快速的吸收 你攝取了碳水化合物 所以減少脂肪囤積 增加 肌肉吸收養分 所以有在重訓 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補碳方式 講一下我前陣子都在用的 也是 生酮飲食 碳循環 就是一個禮拜補一次碳 然後其他 一個禮拜補一天的碳 然後其他日子就吃 普通的生酮飲食 那他的優點在什麼 優點就是你可以一整天 都 吃你想要吃的一些垃圾食物之類的 然後優點還有你吃完那一天的 隔兩天 你的力氣 你的耐力 在重訓的時候會有明顯的幫助 比較不會累就是了 那他的缺點在什麼 缺點可能 就是說 你有力量就是那兩天 然後 因為他沒辦法說 你運動完可以補碳 就是他運動完不能夠補碳 所以缺點就是 你沒辦法長出更多肌肉 然後你肌肉修復沒有那麼多 但是他在減肥上是有幫助的 第二種就是目的性的補碳 那他要怎麼實施 一樣你大概先低碳個7天到10天 不管你要吃低醣飲食或者是生酮飲食都可以 就是一個禮拜到10天 之後 你每一次的運動前 都可以吃碳水化合物 大概50克 那碳水化合物種類都可以 健壯質比較好消化 高GI的比較好 然後看你 運動後要不要補碳質看個人 或者是你運動後要補 蛋白質也是很好的決定 那他的優點在什麼 優點就是你沒有運動你就不吃碳 就比較不會囤積脂肪 這是他的優點 然後你每一次運動前都有補碳 所以在你的耐力你的肌力上 會比較有幫助 然後你運動完你也可以補碳補蛋白質 所以 在修復上面也會比較好 所以說他比較有機率可以長出一點肌肉 然後可以減掉一點脂肪 這是理想的方面 那他的缺點在哪裡 缺點就是有人覺得補碳就是想要吃自己喜歡的垃圾食物 然後不會變胖 那這種補碳方式因為他一次只能補大概30到50克 所以就 沒辦法說去吃 一餐 那種吃到飽 吃自己喜歡的食物 所以 這個其實也不太算是缺點 就是看個人的生活習慣 今天要講的最後一個是 最近比較有名的 CBL 那他其實用到比較多身體上荷爾蒙的原理 那他的吃法我直接打出來比較好懂 我直接解釋他的原理 他就是說你早上的時候都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中午也不要 就是碳水化合物集中到晚上 運動完的時候吃 那他這個用意在哪裡 他是說你早上 從你睡覺開始 你的身體就一直在燃燒脂肪 所以你早上 你就不要吃東西 或者是你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你中午也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你的身體就從你睡覺開始 到下午都一直在燃燒脂肪 然後你所有的碳水化合物攝取就集中到晚上 因為你晚上的時候你的身體對胰島素比較不敏感 加上你肌肉剛訓練完 所以你吃 理想的話 碳水化合物都會跑到肌肉 不會跑到脂肪 這就是他的一個用意 那他的優點在什麼 優點就是說 你早上到中午 你燃燒脂肪的 效果其實蠻大的 然後 優點還有你晚上可以吃什麼都可以 你吃到 很開心 都可以 然後 也可以長肌肉 也可以 減燃燒脂肪 當然這是理想的 那他最大的缺點其實就是有些人只能在早上訓練 沒辦法在下午或晚上訓練的話比較難去實施這種飲食方式 那其實當然還是有一些可以調整的但是 效果就比較不會那麼好 那這些當然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他每一種不同的飲食 其實都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計算方式 還有一些步驟上面 那有興趣的 可能我以後可以拍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到我的 網站去看 那 我在這邊希望的是我教給大家這個補碳的原理 然後大家可以利用這種補碳的方式 知道這個原理之後去策劃出 最適合自己的 的步驟 不一定要照著這些 書面上面的一些步驟去吃 你要自己 策劃出自己的飲食 自己的補碳方式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by bwd6 老爺 這是這一餐吃的東西加上韓式辣醬的話 碳水大概是40克 然後脂肪101克 蛋白質100多克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